Hello大家好,我是阿月 欢迎来到《碧蓝幻想relink》任务制 这系列会介绍《碧蓝幻想relink》所有的人物 以及他们的基础教学与操作技巧 本期节目第十个要介绍的角色是 依欧 身优是田村邮箱里 代表作品有黑直视的伊丽莎白米多福特 崩坏3女武神的餐桌德丽莎 我内心的糟糕念头的四川香菜 当主角异行人旅途中经过巴尔兹公国时 受到委托寻找失踪已久的君主查卡大公 而小小年纪就成为孤儿的小魔导师伊丘 也正是为了找回如同家人般的大公兼师傅 一路上以隐形魔法跟踪主角团 结果差一点被一群跟布林登大郎啊 在被主角们拯救后主动加入成为初始团员 虽然能够储存魔力的部位还尚未发育 但是天分相当不错 能使出各种元素的魔法 还能取代卡特丽娜成为团队中的主要卜师 在路里亚的加持下甚至能够施展出强大的魔法 一举将很强的BOSS击溃 古兰印证在必然幻想里 只要是矮个子和罗里都不好了哦 在假日片与姐姐们一起换上泳衣 享受夏天的海滩 见识了纳鲁梅亚、卡特丽娜、罗赛塔等人的波涛汹涌 突然领悟到宇宙亘古不变之真理 现实生活之残酷 那就是可爱在欧派面前不堪一击啊 因此与路里亚的关系更为亲密 并留下耐人寻味的笑容哦 在战斗方面 身为魔导师的EO拥有远距离攻击的优势 在相对安全的距离能够给予很稳定的输出 当EO成功施展轻攻击蓄力与技能连接攻击时 能够提升自身的魔力漩涡 最多能提升至4等 可看到EO身边的4个星星花瓣 还有脚下围绕着黄球的数量 就能知道当下魔力漩涡的等级 而阻力伤害就是依魔力漩涡的等级 增加重攻击蓄力的蓄力状态 蓄力越多 伤害就越大 在我无数次的统计下 并以图表显示 手持觉醒85加10 将各项伤害撑到最高上限 重序满4级的伤害 且在时间考量下是CP值最高的 因此只要在时间充裕的前提下 尽量以蓄势打出伤害 会是最划算的哦 值得注意的是 当施展轻絮技能与连接攻击 提升魔力漩涡的当下 就能发动高速涌畅 将重序或者是繁花期战 大幅缩短蓄力时间 以上就是EO的基本操作 为了能让大家快速的吸收 并记住EO的核心玩法 请观众们只需要记得EO有4个技能 火、雷、冰、重力 外加一个连接攻击 就能提升EO的魔力漩涡 以及魔力漩涡升级的当下 立刻重序 就能缩短蓄力时间 接下来就是直接进入EO操作教学 那就是核弹闪避流 EO的重攻击伤害其实相当的痛 单下伤害可达20万 而且几乎可以说是顺发 只要按下重攻击接闪避 魔法阵也不会中断 因此我们可以一直 重闪、重闪、重闪、重闪的循环下去 然而在短时间内 闪避的次数是有上限的喔 初始角色最大闪避数量是3次 透过因子最高可提升至7次 我们得避免短时间内 闪避累积到达这个次数 不然就会出现短暂的硬直 无法动作 因此我们大概抓每次 重闪的次数来到第5、第6次时 就可以任选一个技能 火、雷、冰、重力施放 就可以刷新闪避的次数 还能立刻快速蓄力攻击敌人 我这边会建议优先放火魔法 因为它可以降敌人的防御力 有助于团队的输出效率 释放后因为会有高速涌唱的争议 所以这边建议立刻再接一个重序1 然后接闪避中断后摇 然后再进行刚刚的 重闪、重闪、重闪、重闪 这样一样来到第5、第6下时 再释放另外一个技能 然后再接一个重序1 那为什么要接重序1 而不是重序2或者是重序3呢? 那是因为使用初始的重序1 并不会减少魔力漩涡的等级 蓄力时间也不到1秒 就能打出重闪的2倍伤 相当的划算 因此我们只要使用重序1 一直到我们施展技能至第3次时 此时技能提升EU的魔力漩涡 将来到最大的4等 我们就可以改用重序4 打出CP值最高的伤害 单下可达223万配合追击 将近有250万的输出 相当可观啊 然后再重复刚刚的循环 就是EU的主要核心玩法 值得注意的是 EU的攻击范围很远 但若你没有锁定到敌人 你的重攻击只会打在你的面前 所以执行上述一系列的操作 一定要先锁定敌人 另外若你在重序前 被BOSS的攻击波及到 按住重序不要放开闪避翻滚 就能暂时保留蓄力条 延后施放 在技能方面 为了让大家不要急太多东西 我只推荐4个技能 那就是火雷冰 繁花七战 如果遇到缓慢 或是战装BOSS 就可以考虑把冰或雷换成重力 火魔法是CD最快 而且可以让敌人降防 是起手最推荐的招式 而且这招有一个系统 没讲的隐藏机制式 如果我们贴近敌人施放 可以有3下判定 第1下是EU起手身边的火圈伤害 然后第2下是火球飞行接触的伤害 第3下则是火球爆炸时的伤害 如果太接近敌人怕会受伤 那就建议站在中近距离施放火球 可以蹭到两次伤害 伤害暴增一倍 而且晕眩值超级高 一发就可以之间激晕敌人 而雷魔法可以短暂麻痹敌人 在施放超高伤害的繁花七战 以及重力场之前 可以先使用这个技能限制爆炸的动作 重力为场地形斗刺伤害 累积起来可达200多万 伤害很高 建议配合麻痹 缓速等负面技能打出完整伤害 而繁花七战为EU的必杀技 CD虽然很长 但是伤害很高 可以来到300多万 需注意的是 这招需要蓄力的时间很久 所以一定要配合高速勇唱 才能大幅缩短时间 如果你的配装已经是毕业装 而且满伤害上限与加成 记得到训练场确认一下 蓄满的伤害与完全不蓄的伤害 是否一样 如果伤害完全一样 实战中就直接释放了 不过要注意的是 这招也偏向场地技 因此释放前一定要先确定 Boss不会乱跑 或者是先放雷魔法麻痹他 确保不会空大 因此配装上 可以先参考我这篇全角色毕业配装 基本上本游戏所有角色的配法 都不脱离这个基本范畴 巴哈专五 伤害上限 个人专属因子 暴击几率 有力属性都是必备以外 此流派最重要的就是 闪避性能一定要点满 才能让你一直用闪避 中断重攻击 而且蓄力加速至少要放一颗 放一颗的CP值最高 放两颗也很OK 实测过蓄力时间 至少可以缩短1.5至2秒 而且还同时增加蓄力伤害 非常推荐要装 额外攻击加成的因子 推荐至少要有一个 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 浑身暴君加成虽有条件 但增加幅度较大的因子 比较容易将伤害顶到天花板 这部分就看每个人手上 因子的多寡且需要考量生存面的 坚毅自动复活 药水增加等等会略有些不同 那有些朋友问说 那蓄力会心是否可以取代暴击几率 我个人是不太建议 因为EU的技能伤害也相当的痛 特别像是重力 繁花七战吃不到蓄力会心 实测后伤害会差很多 至于专属英子EU的两个专属技能 魔导师的心愿跟机制都非常必须 推荐一定要优先装上 追击能放就放 建议至少放2-3颗增加20% 至于EU都是远远输出 其实输出环境蛮安全的 因此在一些熟悉的关卡上 我会改放一线之隔 若你有好的副磁条 技能加速也非常加分 像我英子磁子不够深 最多就只能放到怒涛 顺便解答一下许多观众的疑问 我反复实测过 追击是没有办法触发怒涛的效果 那在界限突破的方面 建议尽量洗出一般伤害上限 技能伤害上限以及暴击率20% 至于第四个词条就随意啦 为了能够让大家记住EU的核心玩法 我们最后做一个重点复习 那就是当战斗开始时 我们先立刻锁定敌人 然后就要重攻击 接一个技能来中断后摇 然后再接一个蓄衣闪 然后再开始做重闪重闪重闪 好来 接个蓄衣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重序 重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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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闪 然后我们可以放一个雷魔法 放一个重序 然后继续 敌人出现大英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放繁花七战 然后加一个雷魔法 然后我们就可以放我们的蓄势大攻击 漂亮的一千万输出 只要经过练习 EU是一个很轻松操作的角色 可以在很安全的距离稳定输出 伤害力也惊人 不必靠近敌人 光靠技能配合重序 可以瞬间炸到一千万的伤害 堪称是核弹级的输出 玩起来相当痛快喔 以上就是阿月对于EU的人物解说 希望这期节目对你有帮助 如果喜欢阿月必然幻想 relink人物之的系列 欢迎留言敲碗你希望下一集优先出的角色 我计划把本作的角色全部都会做完 不过会依大家的意见决定优先顺序喔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啰 如果你很难跟朋友约好同一个时间连线玩游戏 我们这群热爱这个IP的玩家 创立了碧蓝幻想专属烂社群 欢迎大家一起来交流 还能多人连线快乐的玩游戏 也欢迎来阿月的Twitch直播 大家一起交流 还能免费的抽甲 抽PS5 Switch主机等好理 如果觉得影片内容还不错 请帮忙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你的支持与肯定就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喔 我是阿月 我是月嫂 我们下支影片见 再会啰